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苹果花朵里面的脂肪包含了杯珠 杯珠就是植物的卵细胞 杯珠受粉之后会长成种子 与此同时,包着杯珠的脂肪就会发育成果肉 每个苹果中央都有中式的种子 每粒种子里面都包含着可以用来孕育下一代的信息 地球上的生命,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凡显生息 所有的生物都希望它们的种族能够长成不须 希望它们自己特有的基因可以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而且不断地壮大规模 但是一株蓝莓,长在无人光顾的偏僻角落 怎样才可以将自己的种子传播到另一个草场? 答案就是利用动物了 四只脚的动物可以跑 大翅膀的动物会飞 它们可以将种子带到铃近的草场,甚至更远的地方 四处传播未发育成熟的种子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植物聪明地利用了动物的感官 视觉、嗅觉、味觉 令到它们在种子成熟之后再来拿 以士多啤梨为了一 在种子成熟之前,士多啤梨是绿色的 躲在绿色的叶子下面,很难被动物发现 即使有黑红发现了士多啤梨果实 好奇地吃了一粒 又硬又稠的味道,也都会让它投也不回地走开 这样,其余的种子就保存了下来 一旦种子成熟了,士多啤梨会变成鲜红色 在绿色叶子的对比下,显得格外显眼 除此之外,它会变软变甜 成为一种令到动物们垂研三尺的水果 士多啤梨是如何实现这个转变的呢? 士多啤梨会在种子成熟之后分泌出一种催化酶 这种酶可以分解果实纤维 让它变得软乱多汁 有些水果可以生成催熟酶 促使淀粉和葡萄糖转变成蔗糖和果糖 有些果实就从自身植株体内吸取糖分 遇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动物们一定狼吞苦燕啦 它们在迁徙途中吞了带有种子的果实 然后将它们带到远方 种子随着动物的分辨排出 在他向、按价、落户 如果这么巧,环境适宜 它们就在这里生根、发芽、繁显生息 果实在成熟之后变甜 在生物界中动物和植物共同进化的典型例子 植物想出了巧妙的方法 利用动物为自己繁殖后代